MAC MAC我问你 絕对没问题 你比的太慢了 有很多人都问说 超商的甜点、零食有什么好吃 我想说我就一口气回答 毕竟待在这三个月 我们巡礼了非常多次的便利商店 統整出這麼多好吃的東西 想要跟大家講 桌上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吃五次以上 因為我覺得來日本其實 超商也是一個景點 對 跟雷門一樣 像全家Seven Lawson這些 就我晚上都會想要去逛逛看 每天耶 我們幾乎每天都去 可是拜託請你先把這些我們推薦的吃完 你短短來個三天 五天 七天 你先吃這一些 再去探索其他的 那如果你好奇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樣呢是阿伯最愛 這是我推薦的Pizza口味的洋芋片 你自己說 吃幾包 五包以上 接近十包吧 對啊 而且他還推薦給我們其他在日本的朋友 他們吃了之後也是覺得很驚為天人 因為我是洋芋片控 所以我看到洋芋片我都會想試新的 所以我花三個月時間試了無數的洋芋片之後 幫大家挑出來 一開始吃的時候還好 可是就越吃越耐吃 它很特別的是它上面這個包裝有起司 但是其實蠻多都有起司的 可是它是真的在上面領東西 只有它有 所以它除了吃你脆脆的洋芋片之外 它上面多了一點點 撒那個固體 就會多了一個口感 對 要不然一般的話就只是起司口味 不會吃到本身的那個起司 然後它的這個起司我覺得也不會太膩 因為它有一點點就是 是番茄還是培根文 反正就是模擬番茄培根Pizza的感覺 對 然後整個洋芋片的厚薄度是中間偏厚一點點 可是還是蠻脆的 所以吃起來不會很膩 不會像是一般厚片洋芋片 就吃了好像三片就覺得 好像可以了 喜歡吃洋芋片的話先買它 再去買其他的 再來呢這個是我的最愛 這個其實是我年初 1月的時候來日本工作的時候 剛好買到它 它雖然看起來不齊眼 可是你真的要買它 它的黑糖味非常的香 然後整體呢 它的那個黑糖味重之外 我覺得它還有一種胡麻的味道 我本身沒有那麼喜歡吃那種 芝麻醬啊 或是麻醬麵 可是我覺得它加在裡面的那個點綴非常的好 然後吃起來的口感是 外面 因為是裹厚厚的黑糖 就稍微會黏牙 可是裡面呢又蠻酥脆 吃起來有點像是麻花卷 可是是軟版的麻花卷 因為很多麻花卷是吃到牙垂斷 這個不會 這就是非常適中 像是如果半夜我們看劇的話 其實這一包我們超快就把它吃掉了 如果你想吃甜的零食 然後不想太有負擔的話 應該就是這一款 這個真的超巧的 欸這好香喔 再來也是全家自家出的 番薯的脆片 有點像拔絲地瓜的感覺 像拔絲地瓜的地瓜絲 拔絲地瓜零食版 抱歉我現在真的很想吃 而且它的甜度剛剛好 我覺得如果拔絲地瓜不甜的話 就會卡在一種很尷尬的地方 但是它就是甜的剛剛好 不會過頭 就是可以看到它表面上那個亮晶晶 那個就是它上面裹著糖 而且它弄得很好 它把它弄成四方四方的 然後吃起來脆脆的 對 就我吃到的時候嚇一跳 就是它自家出的零食 可是非常非常有特色 而且地瓜味很香欸 然後在口香擴散 那感覺很像地瓜圓 這個是我會少貨回台灣的 就是我應該可以帶個五包到十包 很讚很讚 再來這個呢 我覺得應該是 道地的日本超商專家才會推薦 自瘋 你自瘋欸 好意思 這個好像也是最近新口味 然後它是餃子皮耶 它把餃子皮做成一個餅乾 而且還原度超高 我本人不吃餃子 也不吃鍋貼 聞起來就像是餃子鍋貼店 家家鄉的那種感覺 它上面畫的那個人物很可愛 所以想說來來試試看 結果一吃之後 哇 然後你看那個特寫 它上面這個就是餃子皮的形狀 然後上面那個亮亮的是醬油 然後綠色的點點呢是韭菜 所以它整個就是哇吃起來的味道 還原 可是又好吃 而且它餃子皮的那個厚薄度 非常的薄 然後又很脆 所以我本人是覺得餃子應該跟大家多多學習 它比餃子本人還好吃 再來呢進入到甜食領域 也就是我的地盤 第一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vlog當中吃到然後大為驚嘆的 就是這個花生醬 這個已經是我的第二個了 我第一個全部被剋光 然後這個我想要帶回台灣 我覺得它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接觸的花生醬是不透明的 可是它這個是花生的顏色 可是它是做透明的 像膠狀 有點像果凍果醬 但是它的味道完全沒有在馬虎沒有遜色 如果在座是有吃過 在座是誰 好就是你們 如果有吃過Huygendust的那個花生口味冰淇淋 然後或者是雙剩的那種冰淇淋 就是非常美國或者是歐美口味的那種花生冰淇淋 它就是這個味道 然後因為我個人吃花生醬是 我不太喜歡有花生力 我喜歡就是只有醬本身而已 然後我那個時候在Lawson買到它的時候 我還覺得有點擔心 因為我原本是想要買Skipi的花生醬 結果沒想到 這個更出奇的好吃耶 這個真的是我會一直一直回購的 Seven它有類似的包裝 可是就 我不確定味道一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我在Lawson還有全家賣的 接下來呢 這個甜點 人人吃到 人人驚嘆 雖然你好像覺得還好啦 但我是覺得還蠻不錯 就是這個全家出的 它上面有點像是 青乳酪蛋糕 然後 偏海綿蛋糕的那種質地 然後下面呢 就是像卡士達的布丁 這個真的是超級不得了 而且 它美 是美食小專家 它有一次還說 要分開來吃 因為我習慣其實都是全部一口這樣挖 一口這樣挖 後來她妹就是把它分層吃之後 別有一番風味 我覺得全家的超商甜點 其實都蠻不得了的 對 就是看它這樣子 你在台灣看到的話 你會覺得說 喔有個漂亮的樣子 可是吃起來應該都會差了一點 對 但沒想到是 它的差了一點是 差甜點墊一點點而已 對就是那種認真甜點墊 對對對 所以吃到的時候真的都會嚇一跳 對然後甜度的話 對我來講 因為我喝那種珍奶 是喝半糖 或者是全糖 就是這種接受範圍非常高 我沒有辦法三分糖 半糖已經是我的極限了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甜度 對我來講甜度算是適中 下一個呢 是如果你來超商 稍微留意一下 都會看過的這個杏仁豆腐 因為在台灣 如果你要吃杏仁豆腐的話 你可能特別要去那種日式料理店 或者是專門賣杏仁商品的店 你才買得到 可是在日本就是超商就可以解決了 台灣的話 比較常見的是台式的那個杏仁茶嘛 就是他會賣杏仁茶跟油條一起 對 那個杏仁味很重你就不吃 我不敢 可是這個的話味道就是比較平易近的 嗯 他吃起來比較清爽 他並不會有口腔全部都是那個的味道 可是會稍微有一點點 我就覺得這樣子就很適中 然後他吃起來的感覺就很像是 就是牛奶布丁吧 可是是杏仁口味 所以整個布丁的口感我覺得是清爽的 然後味道也很適中 像是我們有時候宵夜如果吃他的話 你也不會覺得很負擔 再來是Seven自家推出的絕餅 這個超級不得了 我們吃過Seven的絕餅之後呢 再吃專櫃的絕餅 對 再吃 連倉老店的絕餅 對 他沒有輸 他完全 他沒有輸 他太厲害了 我跟你講 Seven的甜點非常有趣 他如果是吃泡芙 或是吃一些需要比較濕潤的甜點的話 他通常比較乾 所以如果你要吃泡芙 或者是鯛魚燒等等那些東西 你去買全家 可是絕餅 拜託唯一支持Seven 絕餅他其實就類似麻糬 只是他的那個原料不一樣 但他吃起來都是QQ的 對 然後他外面呢 沾的是黃豆粉 嗯 然後可能會再加一點黑糖 去讓他加入甜味跟香味 這個東西這麼不體驗 當初要買是他 我想說是買什麼黑黑的東西啊 結果後來一吃我們兩個對看耶 我們第一個月就發現他很好吃 後來就去掃貨 對 就狂買 每天都吃每天都吃 他這個真的超級厲害的 因為他那麼便宜 但他卻不輸百貨公司買的 或者是那種老店 一定要留意 他應該是常賣款 結果都會在 那你以為甜點只有這樣嗎 當然不止 我還有推薦非常多好吃的布丁 如果你好奇的話 我有專門做一集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 要不然這支影片會太長 那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階段 接下來呢 是泡麵的部分 那泡麵你知道日本的泡麵 也算是百家真名 那我們今天想要介紹的就是常賣款 你去哪都可以買到的 就是日清的咖哩泡麵 我一開始覺得咖哩口味很奇怪 可是呢 後來吃了之後 就發現跟今天的主題一樣 不斷回購 哇 你剛剛是用購物台的方式在說話 就是 真的 真的 會一直想吃 不知道為什麼 那你覺得他厲害的地方在哪邊 我沒想過 馬鈴薯可以放在泡麵裡面 而且泡完之後 他跟燉好的那個馬鈴薯口感一樣 對 其實還有非常多奇葩的口味 可是 有一些是比較偏 季節或是期間限定 這個的話就是常賣款 然後我們怎麼吃 都還是覺得非常厲害 我自己呢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不太吃外面的咖哩 我只吃媽媽煮 媽媽你們聽到很感動 我後來來日本之後 吃到這個咖哩泡麵 會覺得 哇 他可以跟媽媽煮的咖哩 齊名耶 而且日清真的試占率非常高 對 你可以找到 Curry Big 就更大杯 對 然後或者是Curry Mini 就更小杯 然後我們其實還是很想要介紹另外一款 只是 那一款我不確定還有沒有辦法買到 如果你有留意的話 你可以買Curry 然後上面寫Cheese 然後它上面就會寫什麼 歐風 然後那個 也非常的厲害 就是本來的咖哩就已經夠好吃了 然後再加上那個Cheese 有一種麵 跟湯 然後有一點微微的坎西 超級好吃 再來呢是我們買早餐的時候 要找一個搭配的飲料 他們沒有什麼奶茶 奶茶通常都很難喝 有一個好喝就只有全家的那一款 不然就是你要喝牛奶 那它剛好有一個綜合的 它是咖啡牛奶 日本人很愛喝咖啡牛奶 對 但它是我喝過最喜歡的咖啡牛奶 它看起來很平實 但它名字就蠻好記 很像人名叫高千歲 可能有些人的媽媽真的叫高千歲 對 千歲阿姨 很牧場的咖啡牛奶 不要把他亂命名 這個我覺得還蠻好喝的 只是只是 我喝第一口的時候覺得很像鐵鏽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就越來越上癮 就越來越喜歡那個鐵鏽味 好迷人 我是本來就很喜歡 所以 時不時想到的時候就會想要喝一罐 下一個呢 是因為我真的太喜歡高千歲阿姨了 所以呢 看到高千歲阿姨 旁邊怎麼有個白色的阿姨 我發現它寫笑乳 就是優肉乳的意思 對 喝了之後呢也是驚為天人 他推薦我很多次 我死不喝 結果有一次我真的是太渴了 我好像忘記買我的早餐搭配的東西 我就一喝 我一喝然後這樣欸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麼清爽 可是又這麼濃烈的優弱乳 對 你講講看你跟平常喝的有什麼不一樣 好跟大家講 其實我從小也是被AB優弱乳養大的 可是我長大後來發現就是 你喝完AB優弱乳 它很濃沒錯 然後它在口中的味道也確實很濃 就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 但是呢 高千歲阿姨的優弱乳 就是你喝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好優弱乳 可是吞下之後沒多久 嘴巴就開始變得比較清爽 它不會有那種酒流的殘味在裡面 散發出一種香味阿 是也沒有啦 可是它真的是會想要一直喝一直喝 對 很順口 對 它很清爽很順口 可是它的味道又是有優弱乳的那個濃烈 高千歲阿姨不簡單 最後一個呢也是由阿伯講 就是飲料的部分我個人比較不敢冒險 因為你們大家也知道 我一冒險之後有一半以上的機率都是踩雷 那它不知道什麼就可能比較幸運吧 你分享一個你不踩雷 可是它看起來很雷的東西 因為我們在日本發現很難可以吃到蔬菜 沒錯 所以有個罪惡感 我就去找了一些蔬果的飲料 然後就看看看 它的種類其實蠻多的喔 比奶茶還多 結果呢我就看 我找到一個方法 你看那種上班族頻繁出入的時間 哪些飲料凹進去 那個就是他們真的是平常有在買 而且還沒補貨回去 你這個很投機耶 你之前幫我畫眼影的時候 看我用哪一個眼影 也是這樣看哪個比較凹 你很會觀察 所以呢這個看起來就很雷 就是出現在台灣 你會覺得說這個感覺很可怕 化學感 但是呢它有水蜜桃的口味 還有芒果的啊 還有其他的口味擺在那裡 它最凹 你不要這麼認真講它最凹 它最凹 結果買來喝之後 哇 而且我們給好多朋友喝過了 對台灣喝到的這種白桃的 或者是水蜜桃的啊 它會有個奇外的香料味 可是它喝起來就是清爽 然後那個甜味是自然的 像你手摘剛剛炸了 而且它又是 就是真的有果汁成分在裡面 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有個補償心態 可是又想喝好喝的話 就喝它 你跟大家稍微簡介一下 你知道一個冷知識 就是水果在包裝上面的呈現有什麼差別 果汁的部分呢 在日本的法規 如果你是100%的果汁的話 你可以放真實的水果 然後把它切開放它的切面 有個juicy的樣子 如果是5%到100%不到的話 可以放真實的水果 可是不可以切開 5%以下的話只能用畫畫的方式 就是那種圖片 對對對 然後插畫感 像這個是28% 所以它就放真實的水果 可是它就不能切開 它後面也有放一些真實的水果的樣子 謝謝小波老師 好那麼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走跳這三個月下來呢 超商我們不斷回購的好吃食品們 如果你來日本的話呢 你就先把這一些買起來吃 我跟你講要感謝我們 因為全部都是用我們的體重換來的 那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們說 我們推薦的12款 你最想吃哪一個 然後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準備好了嗎 歡迎它登場 因為我的腰可能長在別人上面 因為我比較矮嘛 所以大家的高腰對我來講 可能在骨盆那邊 就是落點的那個位置都很奇怪 可是這就剛剛好 而且這種復古的設計 就真的很可以偷走我的心 沒辦法 這個太好看了